台北市原山动物园前 从上午7点开始 市民就逐渐地涌入原山动物园附近 而揭开动物大搬家游行序幕的 是一项全程14.3公里的迷你马拉松比赛 5000多名选手 在台北市长徐水德名枪后正式地出发 他们沿着动物大搬家的路线前进 为动物大搬家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从空中望下去 只觉得人群们似乎已经把动物园附近 团团地包围住 大家都期待着8点半开始的动物大游行活动 台北市长徐水德也在现场参加了 这项百年难得一见的盛大活动 8点半一到 动物游行的车队准时出发 车队先从九泉街开出 经过原山动物园门前 再转向中山北路前进 在警车的前岛开道下 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 展开了这具有历史性的一刻 在动物车前面是由100位小朋友 装扮得成的动物大使 而紧接着就是由20辆 装载着16种不同种类 总共65只动物的车队 在两只老虎领军下 接下来分别的是台湾猕猴 接下来是有森林之王的狮子 现在看到的是花豹 这是鹦鹉 这是鹦鹉 这是人猿 这是两只大象龟 这是非常特殊的两只象龟 这是山羊 这还有是天鹅 最后压阵的又是两只老虎 车队在出发后路边的民众 立刻就涌入了路中 市民们争相地目睹动物的风采 有的拿相机来猛拍镜头 有的则在路边频频地向动物挥手 虽然人群阻塞了车队的行径 但是这也显示出了 市民对动物的爱心及热情 车队行进的路线是由中山北路 复兴桥上 中山南路 罗斯福路 新龙路 万芳路 新光路到木榨新动物园 原先市政府估计 这项活动大约只有20万左右的市民 能够参加 但是在今天市民们 这种热烈响应的情况下 据最保守的估计 也有30万人以上 市民们的热心热情 实在是令人感动 现在整个车队刚经过了复兴桥上 我们看到今天台北市 整个在中山北路这一带 完全都被人潮所拥挤住 现在您看到是在中正纪念堂前面 这里有台北市儿童和尚团 还有一女宗的乐队和仪队的表演 动物车队已经到中正纪念堂前面 原来非常宽广的马路 立刻就出现人挤人 拥挤的场面 人山人海的观众 未成今天动物搬家的另一项奇观 沿途两侧的行人道 天桥屋顶 行道树上 全是人潮 一道道的人墙 万头钻洞 可看性还不逊于动物的花车 在万方路一带 虽然附近的住家较少 地方也较偏僻 可是人潮依然不断 市民们排在路边的两侧 夹道欢迎动物车队 现在是十点整 动物车队在历经一个半小时的游行后 第一批车队已经抵达木诈星动物园门前了 在星园前的周围 早已经积满无数的人群 大家都期待这历史性一刻的来临 20辆动物车 陆续地驶进新动物园内 最令人高兴的是 所有的动物都平安地抵达他们的新家 木诈星动物园将于下个月底开放 届时 这座占地182公顷的市立动物园 势必是台北市民心目中的焦点 也是假日郊游的最好的去处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